哈嘍,各位朋友晚上好啊,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2020年的4月6號,禮拜一 就是全台各地,蠻多地方都下雨的 那如果說,各位朋友如果說出門的話,一定要注意安全,記得帶雨季 OK,那今天的話就是我有把這個神功,神功騎啊,練出來的 就是金日功騎,畢竟練到60等,轉神功騎了 那他的一個單位需求是2嘛 就是他,如果說我們帶兩隻強奴兵的話 帶這個神功騎只能夠帶一隻 OK,那我今天想要比較一下就是說,到底帶一隻神功騎比較好 還是說帶兩隻強奴兵,他的一個攻擊會比較好 OK,那我現在就先帶這個神功騎好了 OK,我帶一隻的情況下的話,他的攻擊力是245 OK 那他打我這個軍師的傷害是440 我這個軍師的防禦是215,然後射防的話是15 OK 打一下的傷害是440喔 蠻穩定的,那暴擊是600多 OK,那我現在換一下強奴兵喔 我把強奴兵換上去,我換素質比較好的 OK,換這隻好了 好,因為神功騎帶一隻的話,金瑞強奴兵可以帶兩隻嘛 所以我換兩隻強奴兵上去 OK,看一下素質 傷害的話,大概兩百兩百七左右 好了 這隻強奴兵怎麼不過來 欸,過來啊,大哥 過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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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真的在發呆他不過來 好,他過來了 好,我們可以看到喔 就是,單隻的攻擊力大概是180左右嘛 那兩隻的話就是差不多360 那如果說啦,如果說強奴兵的攻速啊 跟神功騎的攻速是一樣的情況下 其實帶一隻神功騎的效益會比較好 真的會好 因為他的傷害剛剛我們測的是440嘛 那兩隻強奴兵的傷害加起來也就才360而已 OK 而且啊,就是打完的話 其實像這個強奴兵嘛 他的一個防禦率比較低 他才100多加100多 大概就200多耶 但是如果說 我帶這個神功騎的話 他的防禦可以到300多 其實相對來講的話就比較不會死掉 OK 那就簡單的一個測試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就請大家出門在外的時候 記得多注意安全 謝謝大家 掰掰